哈喽大家好好久不见了 在法医期间呢 大家是不是都能够遵守政府所规定的 勤洗手戴口罩不接触人群呢 那想必在这个期间呢 大家在家里一直在钻研自己的一些厨艺 但是呢我们的运动还是不可以少哦 好那尤其我们昨天呢 刚过了端午佳节 我们的重置可能不小心多吃了几个 好没关系 那现在呢就由淑佳老师带着大家一起来复习 我们所最熟悉的小苹果 一刻中刺终于争出了过世 今天是个伟大日子 摘下星星送给你 摘下月亮送给你 让她每天为你生气 变成蜡烛燃烧自己 只为照亮你 把我一切都献给你 只要你欢喜 你让我每个明天都变得有意义 生命随断爱你永远不离不弃 你是我的小鸭小苹果 怎么爱你都不嫌多 红红的笑脸温暖 我的心窝 点亮我生命的火 火火火火火火火 你是我的小鸭小苹果 就像点点最美的云朵 初天又来到撩花 开满山坡 冲下希望就会收获 快点亮吧 我们小心点亮 明天见面 不觉得你讨厌 你的一切都喜欢 有你的每天都新鲜 有你阳光更灿烂 有你黑夜不黑暗 你是白云 我是蓝天 春天和你漫步在盛开的花纵间 夏天夜晚陪你一起看星星眨眼 秋天黄昏与你徜徉在景色迈天 冬天雪花飞舞有你更加温暖 你是我的小鸟小苹果 怎么爱你都不嫌多 疯疯的小鸟温暖 我的心我 跟两朵生命的花 你是我的小鸟小苹果 就像片片最美的云朵 春天又来到辽花 开门山坡 放下希望就会收获 你是我的小鸟小苹果 你是我的小鸟小苹果 怎么爱你都不嫌多 红红的小脸温暖 我的心我 点亮我生命的火 火火火火火火 你是我的小鸟小苹果 就像片片最美的云朵 春天又来到辽花 开门山坡 种下希望就会收获 火火火火火火火煮